新版本中也会有着丰富的版本活动 参与这些活动 旅行者都获得包括原始战略的丰厚的游戏道具奖励 特别要提到 在新活动《夜锁雷痕》中 旅行者还可以在收集到逐步的活动货币后 邀请到五美的龙王北斗加入队伍 而备受大家喜爱的机关奇谈 也将在道具地区有了新的变化 欢迎大家前来挑战 长久以来我们也非常重视玩家朋友的想法 之前有旅行者 正向我们反对希望加入了组织玩法 也即将加入我们的成功活动货币 在十分宽爱大家的无所谓的报纸下 大家会获得一个诚心的下去 帮助我们在大世界产生生活的时候 同时也会获得更多的组织 在无理可马远的 旅行者们可以洞天空前购买到组织的帖文 在帖文里面有三个食材上 最终的一切收获过展示 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受收菜的乐趣 在新的地区也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战斗性 例如这些地区也会认识到平台中的组织的行为 比如这些地区也会认识到平台中的生产活动货币 没放松材上的广东 或是灯片里面有四个小时的陈迦 共产生生活币 来凋避着地区也会认识到平台中的精神 这些流浪的污渊为了身体 造成的游戏 也会时常在稻妻的野外出落 在稻妻探索的途中 大家还会发现愚人众的踪迹 比如这位长驻士 就是一位极其危险的愚人众成员 他的美丽和优雅 让敌人也为之神秘 心甘情愿地坠入他的幻境 旅行者们可要当心 无相家族的新成员 无相之祸 能变换组合从不同形态的遗迹机关 横潮机关正面 以及1.6版本 大家曾经见过的魔偶见鬼 都将正式登场 作为大家可以重复挑战的 强大的首领怪物 常住在稻妻地区的固定地点 当然这些并非稻妻地区 所有新怪物 更多的相关内容 还请大家来到稻妻之后 亲自去体验吧 除了新的玩法和活动之外 新角色也会出现在 我们的活动起源里 神力家的大小姐 神力灵华 将在二年零版本的 第一期活动起源中 获得盖利亚 而肖光和早佑 两位则会出现在 第二期的活动起源中 同时我们也制造了 全新的稻妻风格的武器 当旅行者们来到稻妻后 可以通过锻造的方式 获取合作的内心的 新四星武器 而武器的游截 无切实陪伴 它无形狗 非为之险阵 也将加到 新版本的 武器和武器的增加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还可以跟大家讲 新的武器起源机制 神祖定位 也将在 二年零版本中 十座 当旅行者 对期望的 52号旅行 进行 在本期 在本期 获取 一部 当 看着今晚 下一次 在无论 旅行 获取 一部 机会 旅行 不许 另外 神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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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一样 也会重生在 高级地区 此次 阿底米白本中 将会更新 一样